今天帶各位來看的是這個叫做QCN Live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呢是由美國所設計的一個地震觀測的一個軟體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螢幕上這個旋轉的這個地球它所顯示的就是在最近各地有曾經發生過一個地震的資料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目前它處在地球這個旋轉的模式 我們現在把它我們先把它停下來然後呢就可以用我們的這個手掌來拉動這個地球到我們想要看的地方 然後以我們離台灣最近的這個地震來看好了它這裡左下角這一塊呢是這個地震的資料 好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有一個編號 好最上面的這個呢是地震的規模規模是4.7 再來這裡呢是這裡是它的經緯度可以在緯度約20度東京約121度的這個位置 然後深度呢是9.53公里是算是一個前緣的地震 這是它發生的時間 這是它的一個相對位置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到網站左上角的這幾個按鈕 這也是白天的景觀 那耐著你可以把這個地球接到晚上的一個情形 然後這個就是它最近的這個鍵就是其實就是最近地震的一個情形 然後這裡呢可以看到外面連結出來的是它一個詳細的網站的一個介紹 可以看到它的鎮壓在馬琳拉海溝的這個附近 那這裡是它的一些相對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有恆春啊有台東有高雄等等 下面這些呢是 是網站的地震的相關資訊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啦 這是屬於一個互動式的地圖 你可以這樣拉開來看啦 可以看相對的這個位置 到底離這些其他的國家到底是多遠 這邊 那這裡可能應該有一些這個正播的這個資料啦 對呀這裡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來參考 那這裡是它的編號 也是它附近相關的一些側站的這些資訊 我們可以用微信來檢視它 好 我們可以到這個網站這邊了 好 對那其他陸續還有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來參考 好 那現在讓我們回到這個網站 那其他這些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 左上寫的四個英文字 或者是直接點這個圖示都可以 那麼 像這裡呢是二維的一個 就是地震波形的紀錄 那當然 但是我們必須要 裝設 感應器才有辦法 所以可以感測到一個 這個地震的波形 那這個更 更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三維空間的傳遞啦 空間的傳遞 甚至可以看到它是由 是左右搖晃的還是上下搖晃 等等都可以 但是我們礙於我們目前沒有資訊 這也沒有辦法 那這個更直接的 就是 它可以就是 完全就是一個立體的圖形 那旁邊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截圖的按鍵 那我們現在因為沒有資訊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截圖 那其他這些旁邊陸續還有一些 這可以連到這個網站 對 這是它原本來下載的網站 好 那它這裡有一個 所謂你可以 設計你自己的一個 底震 然後 甚至可以把它印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 在場合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跑出來 所以可能 無法為根本示範 那好 那今天的介紹 就大概到這裡 為止 如果有 未盡萬聖之處請 多多見諒 謝謝各位 一直到底離 這些 其他的國家到底是多遠 這個 那這裡 可能應該有一些 這個 正 正 正 播的資料 這裡有一些 相關的這些資料 這是它的編號 也是它附近相關的一些側站的這些資訊 對 這個就是它最近的 這個鍵就是 其實就是 最近 地震的一個情形 然後這裡呢 可以看到 外面連結出來的是它一個詳細的網站的一個介紹 可以看到它的鎮央在 鎮央在 在馬里拉海溝的這個附近 那這裡是它的一些相對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有 有恆春啊 有台東 有高雄等等 下面這些呢 是 是網站的 它這個 地震的相關資訊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啦 這是 屬於一個 互動式的地圖 你可以這樣拉開來看啦 可以看相對的這個位 我們可以用衛星來檢視它 好 我們回到這個網站這邊了 對 那其他陸續還有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來參考 好 那現在讓我們回到這個網站 那其他這些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 左上寫的四個英文字 或者是直接點這個圖示都可以 那麼 像這裡呢 是二維的一個 就是地震波形的紀錄 那當然 但是我們必須要 裝設 感應器才有辦法說 可以感測到一個 這個地震的波形 那這個更 更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三維空間的傳遞啦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 它這裡有一個編號 好 最上面的這個呢 是地震的規模 規模是4.7 再來這裡呢 是 這裡是它的 經緯度 可以在緯度約20度 東京約121度的這個位置 然後深度呢 是9.53公里 算是一個前緣的地震 這是它發生的時間 這是它的一個相對位置 齁 那我們現在 帶 大家來看到 網站左上角的這幾個 幾個按鈕 這也是白天的警官 那 你可以把這個地震 接到 晚上的一個情形 然後 今天 帶各位來看呢 是這個叫做 QCN Live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呢 是 由 美國所設計的一個 地震觀測的一個軟體齁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螢幕上呢 這個旋轉的這個地球 它所顯示的 就是 在最近呢 各地 曾經發生過一個地震的資料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目前它處在地球這個旋轉的模式 我們現在把它停下來 然後呢 就可以用我們的這個手掌來拉動這個地球 到我們想要看的地方 然後 以我們 離台灣最近的這個地震來看好了 它這裡 左下角這一塊呢 是這個地震的資料